爱上工作需要一个理由 需要一个很坚强的理由 如果理由是为了赚钱 那你挨的是钱不是工作 如果是这个工作 我很喜欢 那就对了 但是 这个理由还是不足够 比如说他也不能赚钱养家 纯靠内心身体这么一个情怀 是不够的 那有些时候不得不去做一些 那还是要赚钱的事情 如果你缺钱的话 如果你不缺钱 当然好像想干什么干什么 那就比较的快乐 但是人谁又喜欢工作呢 谁不想玩呢 小孩子都喜欢玩 这是天性 那玩是一种享受 每一个人都想享受 但是 你想福的同时 你要先有基础 你要记得造福 不然 时间长了 没得福可享了 那有些人喜欢的工作呢 其实不是很高雅 这个也是你个人的原因 那你喜欢 你就先去钻进去 如果有条件的话 有钱 有时间 身体 有钱 健康也跟得上的话 精力 你才能投入 那话说过来 你如果 很喜欢 一件事 兴趣 所谓的最好的老师 所谓的 你 能干 喜欢干的事 就很好了 其实这样 也是 分两方面 一是足够付钱 还是不够高雅 那你要慢慢培养 自己这个情操 高大上一些 二是 那你其实你在执着某一方面 有些人 对打游戏 他都不喜欢 对旅游都不喜欢 多累啊 你看《易经》里面讲旅卦 其实就是颠沛流离啊 流离失所 甚至 那有些时候就 所以 他带调剂 你说 我就喜欢 吃油条 我就扎油条 但你吃到最后 卖油条的 他吃自己 从来不吃自己的油条 不是说扎了不好吃 够了 这干什么都会够 工作也是一样 到一定时候 你就换一个工作 尝试一下这个 说不定你更喜欢 他有些执着性强的 责任估致在某一方面 他反而会比较有成就 如果你钻的这方面很重要 很有意义的话 他对自己 对自己对人生 对别人都是好的 这是有区别的地方 所以你爱什么需要理由吗 当然需要 有些时候 理由 其实你说不清楚 有些 你说清楚了 那才是真的 至少你心里明白 他真足够通彻 那想要什么 该不该要 要的多少 这都是问题 其实顺其自然的话 他是不存在问题的 不要太偏执 太执着 工作狂其实是很辛苦的 这种人 某些方面是很欠缺的 这方面他心而已 那只是这样 没什么大不了 如果是为了全人能力工作 那我宁可牺牲我自己 乃至生命 这是伟大的人物 都有这个情怀的 最后反而成就了 即使这一事不怎么样 他 到最后 国为也层层地往上升 那人们心里呢 我祭奠着他 就跟每天烧香拜他一样 他那个精神能量啊 灵魂灵体啊 会不断地 升高的